沙特阿拉伯出乎市场意料地上调对亚洲出口的油价 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宣布 3月起将调高出口到亚洲地区的油价每桶0.2美元 对欧美地区的出口价也会调升 这是沙特阿美继去年9月之后再次加价 继国际能源署认为中国经济恢复强劲 将带动石油需求强劲外 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长盖斯也有类似看法 但提到疫情仍然有如野兽般 对油市构成一系列未知性 提醒市场油价可能大幅波动 科威特国营石油公司KPC也相信 石油需求的声势将会持续 但不会出现死猫式反弹